2020年12月28日,大天使迈克尔和宇宙理事会改写未来的冥想,传导Victoria Cochrane。 无论花费多长时间,世界和人类都将战胜病毒,但最重要的是,当它最终被控制后会发生的事情,可以说,这本书已经被书写了,但结局还没有写,因为发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少数人的决定和群众的反应。 这是一个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案,具体取决于现在和将来所做的选择的结局。 关于这个大流行,我们丝毫不遗余力,这是社会最高阶层精心策划的一次袭击,有着许多令人惊讶的联系。 尽管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实,但它也还是会被及时地揭示出来,业力会发挥它的作用。 我们不想以任何方式激怒你们或令你们恐惧,但我们确实希望大家都知道,为了世界的恢复,你们的重点应该放在疗愈和更高的意识上。 这是前进的唯一途径,大流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并且是故意的,它的目的就是要让群众陷在第三维度里。 现在是采取和平与爱的本质的行动,把合一的力量和在地球上观看多维戏剧的能力融为一体的时候了。 人类集体是否已经从这场大流行中学到了教训了呢?还是回到了导致这种困境的道路上呢?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没有太大希望了,因为会有更多的教训会呈现,而且它们会比以前更加艰难。 然而,如果继续唤醒全球大量人类的更高意识,这些人会带着其他人一起觉醒,人类会加速扬升的进程,而那些选择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获利的人不间断地干预让扬升的进程减慢了。 为了帮助扬升人类集体意识的能量,并从神的宽容和恩典中以最高和最好的方式进化宇宙人类心灵中的负面和有毒能量。 我们现在邀请你们参与这个冥想。 如果可以的话,设想一个美丽的光之圣殿,去看、去感觉或想象自己进入这座圣殿,并受到了十二位大师的欢迎,其中包括天使们或大天使们。 这个圣殿是水晶般洁白,带有一些金色斑点,圣殿上镶嵌了各种颜色的水晶,大师们把你们带入到它们的圆圈之中,并用它们的光净化你们。 在圆圈的中间,紫罗兰火焰在燃烧,上方有一个小地球在缓慢旋转,环绕地球的是一个带有数百个光之漩涡的水晶网格,这些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光之工作者。 它们为世界保持着能量,每当疗愈通过网格或从第五维度发送时,它们的能量就会被利用到了,随着紫罗兰火焰变得非常明亮。 大师们开始在圆圈周围传递光,每旋转一圈,它就会变得越来越亮,直到它被抛入紫罗兰火焰中,并随着能量被抛到水晶网格上而得以利用。 随即点燃了光之工作者所持有的能量涡流,并把疗愈的能量传递到地球的大气层,人类的集体意识,一直到地区母亲的钻石核心之中, 然后去到需要任何解读和疗愈的人类情感、痛苦、干预、残酷和污染的地方中去。 这些大师会保持音调,直到疗愈完成。 在离开圣殿之前,你们可以请求自己的疗愈,主要与你们同在的大师或大天使会对其进行监督。 完成后,你们会发现自己回到了自己的身体中,你们会感到接地、前进和放松。 祝福与你们同在大天使迈克尔和宇宙理事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